大家好我是Rick 這裡是右四的籃球 今天跟大家介紹打球時非常實用的上籃腳步 第一種跟大家介紹大家最常聽到的兩步上籃 那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話第一步顧名思影就是踩你的右腳 左腳完成一次finish的動作 那如果你是左撇子的朋友呢 那你的第一步起腳就是你的左腳 第二步右腳完成一次finish的動作 好接下來我示範給大家看 第二種呢跟大家介紹一步的挫腳上籃 那挫腳上籃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改變你上籃的時間差 讓防守者不好抓到打你火鍋的節奏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如何使用挫腳上籃 那一樣你在前面過完人之後呢 如果有遇到補防的人 我們挫腳上籃啊 正常來講我們只會踩右腳跟右手做搜球上籃的動作 現在接下來我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做出這個挫腳一步上籃的動作 好第三種跟大家介紹的是墊步上籃 那墊步上籃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讓你的重心能夠保持更加的穩定 接下來我教大家如何做出這個動作 一樣當你前面過完人之後呢 我們墊步上籃的腳步啊 搜球的話第一腳是你的右腳 第二腳是你的左腳 那會踩身側身的方式 面對籃框 然後去做投籃或者是上籃的攻擊 接下來呢我示範如何做出墊步上籃 好第四種跟大家介紹的是拋頭 當你在上籃的時候遇到比你高的防守者 彈跳力非常驚人的防守者 你都可以使用這個動作 它會有兩種步法 第一種呢是跟你的右手上籃一樣 踩右腳 左腳 但是你的出手的方式呢 變成拋頭的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呢是你 當你過完人之後 到這邊你做一個 雙腳墊步做拋頭的動作 那拋頭呢主要就是在你收球的時候呢 做一個高角度的出手 它主要就是可以避免防守者的封蓋 接下來呢我示範給大家看如何做出這個動作 第五種上籃方式我們叫它騎馬射箭 那騎馬射箭的腳步呢我們會踩的是左腳上籃的腳步 那這主要呢可以讓你在碰撞之後 拉開一點小小的空間 做一個插板的得分 在你收球第一步啊 往內側做擠壓 第二步往外側做跨步 那在此時擠壓跟跨步中間 就可以得到一個小小的出手空間 我就示範給大家看如何做出騎馬射箭這個動作 那第六個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最常聽到的歐洲步 歐洲步它的差別在於我們正常上的它是走極限 那歐洲步它會走一個橫移的步伐 非常多NBA球星現在喜歡用的finish腳步 好處呢就是可以在你的快速的上籃當中 做一個橫向的變化 讓防守者可以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在左邊上籃還是右邊上籃 歐洲步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呢就是 你在拆腳步的時候 每個人會有不一樣的節奏去做變化 使得呢防守者在預測你的進攻路線的時候 它的節奏會被你影響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以被NBA球員廣泛使用 那現在我教大家如何做出這個動作 在你收球的時候 第一步它會踩在右邊 第二步它會做一個左邊的橫跨 然後你可以選擇反手上籃 或者是在中線做拋投 都可以完成你這個歐洲步的動作 示範給大家看如何做出這個動作 最後呢如果你喜歡我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給你喜歡籃球的朋友 那如果你有對任何籃球動作有興趣 甚至不了解的地方 也歡迎視訊我 希望大家可以追蹤我的IG跟Youtube 那這兩個頻道之後 我會有更多好的影片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籃球 就趕快追蹤我吧 Bitches want my heart I said hold don't you play with me Yeah I ain't DJ I'm DJ